你们怕死吗 不怕 你们怕死吗 杀杀杀 南北朝时期 北魏边境经常受到柔然部落的侵袭 女将军花木兰 巾帼不让须眉 领兵作战12年镇守边关 为北魏立下不适战功 堪称当事豪杰 事逢乱世 到处都在打仗 很多人都曾被征召入伍 就算是有幸能保住一条命返回故土 也落得个浑身伤病 花胡也是其中一员 不敢说立下多大的战功 起码保住了身边兄弟的命 人一旦上了年纪 脾气也常常变得古怪 女儿花木兰熬好药端来不喝 非要喝酒 我不喝这个 木兰知道老爹的脾气 所以两个碗里全都是药 这些年 叔伯们经常教木兰功夫 花胡对此有很大意见 认为女孩子就该绣花缝衣 同森好友小虎 与花木兰性格完全不同 这小子不好好练功 经常偷懒 今天昨天都练了 从鸡打鸣 练到鸡鸣结束 所以算两天了 和平的美好时光 没能持续太久 柔然已经再次侵犯边境 皇帝下令 要各家各户出钱出力 跟户出粮 军户出钉 花胡是军户身份 是要上战场杀敌的 可他早已连过半百 真要是上战场去前线杀敌 怕是再难回来 花胡心里也知道 这一去 八成是要把老命留在战场上 晚上收拾行装时 便把家里的大事小事 交代给花木兰 让女儿过了年就尽快成婚 别再武刀弄枪 若是有一天抬头时 发现空中少了一颗星星 那就是自己 去找木兰死去多年的娘亲了 父亲的交代 让木兰心里不是滋味 于是趁着父亲熟睡的时候 偷走了盔甲兵器 天不亮 就牵着战马离开家 替父从军去了 木兰从小就有一股英雄气概 小虎被欺负的时候 他就会帮忙出头 这些年英雄豪气不改 但此爷娘去 木至黑山头 不闻爷娘换女生 但闻烟山胡迹名啾啾 亲戚百姓 殷居人子女 带妇人入营 斩 每个星兵来到军营的第一天 都会领到一块代表身份的木牌 用于战死后的身份确认 小虎领木牌的时候 无意中听到花木兰的声音 上前一看 果然是村里的木兰姐 这要是被发现了 不仅会砍头 全村人都要被连累 小虎希望木兰赶紧回去 可木兰不能眼看父亲上战场送死 必须这么做 而且要想门混过关 小虎必须帮忙打掩护 小虎从小就对木兰言听计从 这次也不例外 可唯独一件事 要按小虎说的做 少说话少笑 为什么 你笑 我没笑 同帐篷内有一个家伙叫胡葵 营主是他亲舅舅 为人霸道不讲道理 于是有人就给他起了个乌龟的外号 不过小虎在这里也交了不少朋友 小白 秀才 大肥 小葫芦 有小虎帮忙 人人都得叫一声木兰哥 为了照顾木兰 小虎特意给他找了最里面的床铺 朋友们对木兰已经照顾有家 可军营里的生活是很枯燥的 鱼龙混杂 长官又寻思户短 再加上远离故土 木兰免不得会想家 每当想家想老爹时 木兰就会去喂马 这匹叫黑风的马相当同人性 不过马棚里还有个更同人性的家伙 吃着胡萝卜摇摇晃晃的走出来 他叫文泰 看起来似乎对这里很熟悉 而且对木兰没什么敌意 为人很亲和 兴奋的给木兰介绍这些立过战功的马 你这叫什么名字吗 花木兰 文泰来 文泰跟着木兰一起进入大战 和小虎等人都打了招呼 这就算是认识了 看到秀才在木牌上给自己画媳妇 笔法还不错 文泰就请秀才帮自己也画张相 军营内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讲究的就是直爽 所有人要么赌钱 要么坐在一起玩笑 只有小白一个人缩在角落里 他为了给老娘治病 把自己卖给邻居 替邻居的儿子从军来到这里 可出门前老娘的病还是美好 小白心里难免伤心 赌钱赌输的胡葵心情不好 把所有错都怪在小白身上 出手就要伤人 小虎本想出手相助 奈何武艺不经不是对手 于是木兰就像小时候一样帮他出头 几个回合便打退胡葵 在一掌劈碎木桶 彻底震住了一众新兵 谁都没想到 这场争端差点导致木兰身份暴露 胡葵受了气 便在训练时把气撒在小虎身上 小虎也不甘示弱 偷偷把胡葵落在地上的颈囊踢进湖里 根本没料到这么做的严重性 晚上木兰揪着小虎的耳朵 要她说出温泉在哪里 毕竟男女有别 她总不能当着大伙的面洗澡 可温泉里并不只有木兰一人 文太也在这里 两人挤翻交手后 文太已经发觉这是个女人 可并不知道这就是木兰 只看到木兰手上有印记 木兰回营时 小虎刚刚睡着 嘴里还嘟囔的什么 第二天天刚亮 营主就带着胡葵进来搜查 那锦囊里装的 可是国舅爷的玉佩 非同小可 所有人都按照要求脱光衣服检查 可木兰不行 一旦事情败露 一切就完了 无奈之下 她只能选择认下这个罪名 文太在旁边看到木兰的手上的伤痕 知道她就是昨晚那个女人 可文太只是副营主 没有生杀大权 小虎跟疯了一样到水里摸玉佩 可怎么也找不到 明天木兰就会被斩首示众 文太趁夜来到牢房 她知道玉佩肯定不是木兰偷的 也明白木兰替负从军的苦心 可眼下她唯一能做的 就是给木兰送上一碗热汤 木兰从军后 每天都在做噩梦 生怕别人发现身份 所以她恳求文太 希望能在自己死后烧了尸身 不要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女人 第二天一早 木兰被外面的吵闹声惊醒 文太跑进来割断绳子 告诉木兰 是柔然大军偷营 要木兰趁乱逃跑 柔然人的进攻 使得士兵们被杀了个措手不及 就连营主也被当场砍死 照这么下去 全军覆没也不是没有可能 军心已经大乱 全营将士都不知如何是好 急需一个领头人振奋士气 这时木兰骑着黑风出现了 一路冲杀 宛如一只利剑射入敌营 文太提醒他不要练战 擒贼先擒王 木兰立刻冲出战圈直奔敌营 先砍倒对方大旗 再制住柔然大将 可他毕竟从来没杀过人 下不了狠手 木兰终于下手了 柔然主帅一死 文太趁机派人攻杀 敌方士兵立刻树倒胡孙散 这次战斗损失不小 很多人来不及出手就死了 没了舅舅照着的胡魁痛哭不止 小虎不计前嫌 扶着他加入自己的小圈子 为死去的将士们举办过葬礼 文太带着木兰一起去河边清洗木牌 每次打仗都会这样做 因为不想将士们的家人 看到带血的木牌难过 战死沙场固然是英雄 可那也意味着家里人没了依靠 文太敬重木兰的为人 答应为他保守身份的秘密 老营主既然已经战死 文太便升职为营主 花木兰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副营主 两人各自领了新战甲 带着第六营的将士们 在将场上浴血拼杀 一将功成万古枯 身边的战友们一个个死去 文太和花木兰的官越做越大 没过多长时间 文太已经当上镇北将军 花木兰级别稍低 是平北将军 可这场战争并不会因为官大官小就停止 每天都在死人 每天都要清洗木牌 现在的花木兰才明白 父亲说的话 原来战场上真的不能有感情 自己和文太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可那些死去的将士们 从此买骨他乡 连个祭拜的人都没有 蝉鱼 魏军跟花木兰跟文太大败巴乌尔 又是花木兰和文太 柔然老蝉鱼明白 再打下去 对两国都没有好处 150年来 族人越打越少 日子越来越难 再这么下去就危险了 公主认为 不能再打仗了 她要去做北魏的王后 如果能借此和中原人结成友邦 就可以展开两国之间的贸易 用皮毛和马匹换来草原上没有的盐铁 老蝉鱼深以为然 但这场持续多年的战争 不会说停就停 在一次押运粮草过程中 文太探路时遭到袭击 派人回来通知花木兰 必须原地待命保护粮草 可花木兰早就清新文太 担心他有危险 竟然不顾命令带队支援 只留下少数人原地留守 柔然人很快被打退 可返回时 已经是遍地尸体 活着的士兵说 花木兰一走就遭到了偷袭 现在不但粮草没了 士兵们也都被敌人斩杀 这次的失败 直接责任人就是花木兰 他在战场上的一时冲动 害死这么多兄弟 文太罕见地发了大火 尽管花木兰一再表示 自己是因为担心文太 可这是战场 战场上是不允许有私人感情的 情感战胜离治 只会亮成大火 花木兰明白文太生气的原因 可这次的失利 让他心里出现阴影 他不能理解 为什么有些人谈到打仗就兴奋 自己这些年大大小小的仗也打了不少 现在只希望战争可以马上停止 真的想当回普通人 不再当这个将军了 文太告诉木兰 谁也不想打仗 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 一旦穿上这身将军的铠甲 就应该负起责任 这次战争 他是将军 要为兄弟们的命负责 柔然大军再度来袭 文太体贴木兰 让他留在营里 自己带人去阻击敌人 这是两人第一次分开作战 可就是这一次 文太遭遇了敌人的埋伏 大批士兵丧命 文太重伤不知死活 军营的大门打开时 只看到马车拖着尸体回来 木兰没等来文太 只等来小虎手里的木牌 这是文太死之前 托小虎转交的 见木兰脸色难看 小虎也不敢多说什么 文太死了 木兰学着文太的样子 在河边用力清洗木牌上的血迹 可不管他怎么用力都洗不干净 就像不管怎么思念文太 都不可能回来一样 花木兰本就厌恶战争 文太一死 他彻底没了斗志 不但自己不操练 就连士兵们的训练也不再上心 我没几练 起来 练什么 将军都不管我们了 咱们还有将军吗 你说什么 现在的花木兰 整日浑浑噩噩 只知道喝酒 小虎不能看着 他的木兰姐成这个样子 一个将军要为活着的人活着 很多事情是必须要去做的 他告诉木兰 就是因为木兰逃避战争 才导致文太生死 若是再这么下去 以后还会死更多的兄弟 要是文太全下有之 一定会对这样的木兰失望 沉免在悲痛中这么久 无论如何也该恢复正常了 木兰终于鼓起勇气 迈出第一步 穿上盔甲 戴上宝剑 以将军的姿态 对众人训话 当着所有人的面 木兰坦言 自己害怕打仗 但就是因为这种害怕和逃避 才失去了朋友 逃避是无法让战争停止的 一味的害怕 只能让人们失去更多 面对战争 每个人都应该学着强大起来 去保护身边的每一个人 你们愿意吗 卫军威武 卫军威武 其实文太根本就没死 那一战他受了重伤 担心花木兰无法成长 便谎称自己战死 让小虎去帮助花木兰 剪断情感上的羁绊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将军 战场是无情的 事情果然如文太预料的那样 花木兰涅槃重生后 比以前更加强大 仅仅领兵五千 便可决断河堤 用河水冲走柔然敌军 又一年过去 大雪纷飞之际 追敌三百余里 奸敌两万有余 俘虏三千 轴然人自死 文化丧胆 花木兰作战时 往往身先士俗 冲在第一线 士兵们被其勇武折服 奸愿已追随左右 故此 花木兰在卫军中威信极高 人缘特别好 皇亲八年 花将军已区区三千 好了 我又再说了 将威护同军 大将军嫉妒花木兰的功劳 但又不敢明着动手 只能把宣读功劳的副将降职 如今木兰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将军 但文太 还是不想让小虎 说出自己没死的真相 柔然未灭 何以为佳 这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 她担心自己没死的消息 会让木兰动摇 决定一直隐瞒下去 两国的战争 不知还要持续多久 柔然一方 老蝉鱼已经准备撤军 下令让各部落的首领 带着人返回 可门独王子 不甘心就此作罢 竟然动了杀意 倒酒之际 趁人不备 当场打死一名首领 其余人皆不敢作声 只能答应配合 可门独的目标不止于此 老蝉鱼认为 现在士气低落 不适合继续作战 应该返回草原修整 起码能为柔然留下些血脉 退兵是现在最好的选择 可门独却不愿意 他一心要拿下北魏 把北魏的疆土都变成牧场 柔然人到中原强铁 是为了做武器 做武器是为了更好的抢掠 从柔然人出现的那一刻 便是如此 所以门独王子 绝不能容许轻易退兵 既然老蝉鱼不肯继续作战 就干掉他登上宝座 老蝉鱼一死 门独宣布 自己接替老蝉鱼 成为所有柔然人的新蝉鱼 而且一上位 他就集结了20万大军 侵犯北魏边境 大将军紧急召集诸位将领 商议抗敌两策 北魏一方只有8万余人 想要打败20万人 确实有些难度 不少将领都建议 退守官内以意待劳 只有花木兰建议出击 理由很简单 如果此时退兵 必然影响士气 门独若是在趁机追杀 一定会死伤惨重 所以花木兰自愿请命当前锋 由他带领大批精兵 在正面阻截柔然大军 只要能取得首胜 便可触怒门独 待柔然人对北魏军队穷追猛打时 花木兰就佯装被困峡谷中 届时大将军带领一支骑兵 突袭柔然大军后方 一旦敌人回身反击 只需要大将军放狼烟为号 花木兰便会立刻领兵反击 两支部队配合 一定能杀的敌人首尾不能相顾 花木兰当即带着两万兵马 出发迎战柔然人 以平北将军的身份 和门独在阵前对话 扬言自己的军队永远不会屈服 门独也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平北将军敢这样讲话 当即派给手下四万精兵 准备在两个时辰内 干掉花木兰的军队 双方皆是杀意十足 北魏军队率先射出定位箭 等柔然骑兵一进入射杀区域 立刻射出漫天剑雨 杀得柔然骑兵丢亏弃甲 接着摆出盾牌长枪阵 阻截第一批到来的骑兵 待敌人被拦截在阵前 刀盾兵立刻出现 和敌人短兵相接 这是战场 拼的是计谋和胆略 花木兰要想用两万人 胜过四万人 就必须动脑子 结局和他料想的差不多 柔然人被击败 门独果然中计 一怒之下 竟然下令全军出动 花木兰本想按照原计划 带兵缓缓退往峡谷 可就在柔然人射出第一批雨剑后 沙尘暴竟然突然出现 漫天尘土 一片黑暗 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停下来 文泰从昏迷中醒过来时 大部分士兵还埋在土里 他疯狂吼着花木兰的名字 却没注意到 中了两剑的木兰就在身后 患难才能见真情 看到文泰如此失态 木兰也终于明白了文泰的想法 可是柔然大军虎视眈眈 实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 他身中剑伤 若是真出了什么意外 军心一旦不稳 此战必败 小虎带着老兄弟们 用生命守护了木兰将军 但峡谷内根本没有粮草 大将军从一开始 就是想把木兰当弃子的 而且军队里原先携带了粮草和药品 在沙神暴过去后 已经全部消失不见 此时柔然大军已经追到峡谷外 但门独并不急于杀掉花木兰 他要慢慢折磨这个北魏的汉将 峡谷内没有粮草 尚且能支撑片刻 可是没有水源 一天都撑不过去 没办法 花木兰只能下令杀掉战马 把马血全部收集起来备用 直到此刻 花木兰还在奢望有狼烟出现 文太已经明白 绝不会再有援兵 可他不能对木兰说 那口气散了 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受伤的人本应该好生休养 无奈这里没有任何食物药品 连最基本的饮水也无法保证 文太只能用自己的鲜血 帮木兰撑过难关 天亮后 木兰醒了过来 算是挨过这一关 可柔然人为了消减北魏军队的斗志 把掩护木兰撤退的小虎等人斩杀于阵前 胡魁虽曾与木兰小虎等人为敌 但经历了数场恶战后 早就轻辱兄弟 不顾木兰的军令 一个人冲出去营救 结果被柔然人的羽剑当场射死 不止小虎是木兰的兄弟 在场众人都是 他是将军 要为所有人负责 眼下敌强我弱 唯一能做的就是稳住军心 绝不能意气用事 白白牺牲士兵的性命 所有人口中滴滴吟唱着 军队里传唱的歌曲 异曲还未唱弊 柔然人便出手杀了所有俘虏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援兵不会再有了 食物和清水也不会再有 要是还不能冲出包围圈 大家就真的没救了 退居此处 本来是为了与大将军一起合力灭敌 如今遭到背叛 只能将现有的粮草麻血收拾起来 吃完最后一顿饭 冲入敌阵 砍倒柔然人的大旗 斩杀门毒 你们怕死吗 你们怕死吗 士气虽被木兰击出 可文泰明白 只有这几千个人 根本不足以对抗柔然大军 对方以意待劳 我方兵困马拔 一旦开战 不出一个时辰 便会全军覆没 万般无奈之下 选择亮出身份 自愿被俘 原来文泰不是普通人 他是北魏皇帝的第七个儿子 拓拔红 条件很简单 只要柔然人留下军衣和粮食 自己就心甘情愿成为俘虏 有玉牌为证 门毒心中大喜 一个活着的皇子 可比杀掉花木兰值钱的多 当即留下军衣和粮食 带着文泰离开战场 有了药品和充足饮食 没过多久 花木兰的伤势就完全恢复 他毕竟是感性大于理性的 文泰还在敌营 他不能心安理得返回北魏 便向心腹属下 发出最后的命令 等几千将士伤好后 立刻回家 接着不顾众人挽留 独自往柔然军营的方向而去 此时的柔然军营里 多了一个手脚不熟练的士兵 一不小心就摔倒在地 门毒一向残暴 为了拓展版图 不惜是负杀军 在他看来 自己对柔然来说 是千古不遇的英主 但文泰明白 自古得人心者得天下 这天下绝不仅仅是 靠刀枪在马背上抢来的 若是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就算立下赫赫战功 也会激起名便 到时候 会有数不尽的人揭竿而起 白骨累累 失衡遍野 这根本就不是为君之道 公主明白 文泰的话有多大分量 她想做卫国的王后 并不是为了荣华富贵 她明白 两国结盟对于百姓的意义 对门毒一味追求暴力征服的做法 极度反对 谁 公主前方亲 不是北魏的将军 花木兰 我知道你 花木兰知道 公主也不希望再打下去 她决定联合公主 共同发力 尽快结束战争 可公主认为 自己只是个女人 无法对抗敢于是父继位的门毒 于是木兰取下帽子 向公主证明自己也是女人 替父从军本就是为了尽孝 建功立业 不过是被推着往前走 更没想到 如今会成为战场上杀戮无情的将军 12年了 木兰时时刻刻紧绷着的心理内根弦 足今也到了该了结的时候了 第二天 柔然大仗中 门毒告诉文泰 北魏使者已经答应柔然全部条件 用敌国皇子换取大批财物 门毒喜不自胜 下令让全军狂欢三天 最让她高兴的是 公主也服软了 我想通了 你是对的 公主的手下抱起出刀 可两招便被打晕 戴着面杀了木兰 冲上去将刀子插进门毒肩膀 这门毒受到如此重创 战力依旧不减 甚至能奋力反击 把木兰打到吐血 可她还是低估了利刃的杀伤力 再次中刀后 终于放弃挣扎 结束了把北魏疆土 当作柔然牧场的梦想 木兰这次真的是衣锦还乡 被簇拥着走进村子 可木兰无心与乡亲们打招呼 父亲的头发胡子都已经白了 心里不是滋味 她从军只为尽孝 并没有建功立业的想法 十二年来尽兴戍边 上对得起皇上 下对得起百姓 唯独对不起家中的老父亲 木兰得胜归来后 不求一官半职 只求皇上能恩准自己返乡 老父多病 需要人在身边照顾 也许是因为文太的缘故 也许是为了安定民心 皇上没有致木兰私入军营之罪 但他也绝没有与文太成婚的可能 七皇子拓跋红 必须与柔然公主联姻 两国结盟 互通有无 从此才能天下安定 文太作为七皇子 必须接受这一切 十二年了 木兰早已习惯军营生活 梳妆打扮时都生疏了很多 从小就小懂事 听话 现在又成了一个漂亮的将军 父亲正满脸骄傲地给文太介绍木兰 故人相逢 四目相对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两人都不是小孩子了 从木兰成为将军那一刻起 就应该明白 何为责任 文太身为皇子 自然要为国家负责 他曾说过 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 换取国家安民 他一定会去做的 要江山还是要美人 自古就是两难的选择 但世间事往往都是看起来有很多选择 实则从头到尾 只有那么一条路 此番分别 山高路远 不复相见 十二年的深情 四千三百八十三天的陪伴 因为有文太在身边 木兰才有勇气 从尸山血海里走过来 心中唯一信念就是文太 以后的每一天也都会这样 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自古流传 经过众多文艺作品的演绎 已经成为经国不让须眉的女英雄代表 但随着木兰茨的流传 万里 富荣基 关山 杜若飞等名剧 已经不足以满足人们对花木兰的想象 在木兰茨中 只有中间的三十个字 描写那十二年的战争 这显然给了诸位导演和编剧 很大空间去自由发挥 在迪士尼的那一版花木兰动画电影之前 已经有很多相关题材的电影电视剧 直到现在 每年都会有花木兰题材的影视作品 但时至今日 仍然难有真正令人满意的作品出现 只有其缘由 还是部分文艺工作者 没有真正了解花木兰的精神 没有真正明白 一个敢于同封建思想战斗 能提建上战场 能对镜贴花黄的人有多了不起 若是无法传神描绘出大家心中的花木兰 不如让木兰伟大的形象 暂时留在木兰词中 清明宝剑是大侠李木白生前随身配剑 二十年前 李木白将其送予铁贝勒 清明宝剑承载着李木白和铁贝勒的侠义之道 俨然成为了统领江湖的令旗 铁贝勒逝世以后 江湖群龙无首 武林各派为称霸江湖 竞相争夺宝剑 一场血雨腥风在所难免 铁贝勒临终前 将清明宝剑深藏贝勒府 并嘱咐小贝勒人在剑在 为了保护宝剑周全 女侠鱁秀莲重出江湖 在赶往贝勒府的路上 鱁秀莲的马车遭到一伙蒙面人截杀 正当鱁秀莲身陷重围之时 一名身穿黑衣的蒙面剑客突然杀出 与鱁秀莲并肩作战 交手时 一名杀手的面具被鱁秀莲打落 正当他要将其击杀之时 一道刺眼强光阻止了他 杀手方才得以逃走 但鱁秀莲却记住了杀手的样貌 蒙面刺客将圣鱁杀手斩杀后 见鱁秀莲平安无恙 也不搭话 直接飞身顿走 鱁秀莲从死亡杀手身上佩戴的标记认出 这伙人正是来自江湖邪派西联派 西联派门主戴延王 不仅是武当企图 而且还是杀死鱁秀莲固有穆斯昭的仇人 这一天 一个名叫雪平的女孩来到西联派驻地 她声称自己要加入门派 可当她见到戴延王时 却突然抢过护法断魂鹰的佩刀 与戴延王拼死打斗了起来 随后 戴延王抽出自己的佩刀 几招就将雪平打退 雪平试图用刀抵挡 却被戴延王锋利的刀锋斩断 雪平自施不敌 直接发动轻弓逃脱 众人欲追 却被戴延王拦下 与此同时 刺杀于秀莲失败的杀手 在返回西联派的路上 被一个神秘的盲女拦住去路 盲女身法诡异 行踪不定 可她却并没有要动手的意思 盲女名为九幽女 她见到戴延王之后 便开始怂恿她 抢夺清明宝剑 可戴延王认为 清明宝剑藏在京城铁背了府内 要夺宝剑 就必须要血洗京城 这无异于让她去送死 可九幽女却告诉她 夺取清明剑 并不用兴师动众 只需带她上山的那个杀手 一人足矣 杀手名叫魏芳 是护法铁爪的徒弟 但是她刚被余秀莲打败 现在再派她回去 那根本就是白白送死 可九幽女的解释 却更让人匪夷所思 冥冥中 是她以我来自 她与这清明剑 必有不及之缘 遭遇截杀之后的余秀莲 并没有知难而退 她一人一骑 来到了京城 二十年后再访故地 余秀莲感慨 勿视人非 当年铁背了 待她事如己出 如今为了完成铁背了的遗愿 守护清明宝剑 余秀莲更是义不容辞 看着清明剑 小贝勒回想起当年 余秀莲和李木白 客居在贝勒府的时光 当时众人都以为 他们二人会终成眷属 可余秀莲却说 她和李木白根本没可能 因为她自幼 就已经被许配给了孟思昭 而孟思昭当年和戴眼王比武 坠下悬崖 生死不明 现如今 她依然截然一身 铁背了世事 俯上前来吊焰的宾客 络绎不绝 引起于秀莲的注意 她正是刺杀戴眼王为火的血瓶 但贝勒府上 却没人知道她的来历 只当她是前来祭拜 铁背了的固有家眷 当晚 一个身着夜行衣的蒙面人 偷偷摸进了贝勒府 轻车熟漉的 来到了存放宝剑的房间 正当她打算将宝剑带走之时 另一个蒙面女人 突然出现在身后 原来女人也是来偷剑的 两个盗剑贼便在房间里 展开了悄无声息的争夺站 二人武功不相上下 房间中的摆设 但都被女人巧妙接住 争抢中 蒙面人的夜行衣被撕裂 胸口露出的胎记 把女人看得一愣 蒙面人趁机一把夺过宝剑 但女人倒下时 却碰到了花瓶 花瓶破碎的声音 引来了护卫 女人却一把扯下面罩 原来她竟是藏在府里的雪瓶 雪瓶顿时大喊捉贼 蒙面人逃脱不及 被赶来的于秀莲 逮了个正着 于秀莲扯下蒙面人面罩 认出了她正是白天 截杀自己的西连派杀手魏芳 众人打算将魏芳送关 却被于秀莲拦下 但阎网派武功 如此低微的人前来偷剑 于秀莲认为 其中必有蹊跷 随后便让人把魏芳 关在府中严加看管 但雪瓶却表现出了 对魏芳额外的关心 于秀莲不动声色地 将清明剑递给雪瓶 见雪瓶毫不避讳 直接上手接剑 于秀莲便趁机测试她的武功 可仅仅只用了一招 于秀莲就破了雪瓶的进攻 雪瓶顿时惊为天人 当场就要拜于秀莲为师 可于秀莲独来独往惯了 并没有收徒的意愿 雪瓶拜师不成转身离开 第二天一早 于秀莲从魏芳的口中得知 魏芳这次如果夺剑不成 戴阎网将会带人血洗贝勒府 她却小贝勒尽快将清明剑送到武当山 可小贝勒却说 铁贝勒临终前的嘱托 就是要将宝剑留在府中 她施予清明剑共存亡 无论于秀莲如何劝说 她都拒绝送走宝剑 见小贝勒非常固执己见 于秀莲只能做最坏的打算 她让小贝勒将府中的客人尽快送走 只留下雪瓶 她打算收她为徒弟 但是想要对抗强大的戴阎网 只凭于秀莲一人独目难知 于是她打算广发英雄帖 张榜招募全天下的英雄意识 来帮助自己共同守卫清明剑 天下虽乱 但道义未决 很多见到英雄铁的侠义之士 都纷纷赶往京城 汇聚在京城外的一间小酒馆 孤狼就是其中之一 但江湖凶险 竟有恶人想趁火打劫孤狼 就在这时 更多怀有侠义之心的正派人士站了出来 孤狼本来也不惧这些萧小 竟有这么多意识拔刀相助 孤狼顿时为之一阵 面对几十名歹徒 孤狼不慌不忙 先把为首的大汉放倒 再将冲上来的杂兵 一拳一脚逐个教训一番 他并不想伤人 只是想打击一下 这伙强盗的嚣张气焰 其他意识也是各显其能 唐山酒巅 藤甲原盾护体 一把柳叶弯刀可攻可守 湘西无影镖 暗藏在斗篷下的银针力无虚发 瞬息间便可让人失去战斗力 鼠中飞刀里 一把飞刀寸短寸险 山东铁壁鲁 天生神力 一副铁壁攻守兼备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这群乌合之众 便被众议士打得落花流水 人仰马翻 报个名号 江湖上人叫无孤狼 为了对抗戴阎王 于秀莲收了雪瓶做徒弟 但对他的训练却格外苛刻 他将一枚铜钱用线吊在树枝上 用树枝刺中铜钱中的方孔才算合格 铜钱来回晃动 雪瓶根本就刺不中 他以为于秀莲在为难自己 于秀莲却告诉他 不能只依靠眼睛 要学会秉出杂念 用心聆听 随后他拿起树枝 屏目静听铜钱晃动的声音 简直是神乎奇迹 见于秀莲完成得如此轻松 不服输的雪瓶 立刻充满了斗志 他立刻提出 要和于秀莲比剑 话音未落 雪瓶便举剑腾空而起 却被于秀莲一树枝打趴在地 如此精妙的轻功 让于秀莲想起一位旧人 可雪瓶却因为 他原来的师父已经身故 坚持不肯说出师父的名字 与此同时 孤狼带领着四位 来自山南海北的义士 马不停蹄地赶往京城 一行人从黄昏到日暮 直到深夜稍事休息时 才有了互相交流的机会 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 探讨起了这次行侠仗义的目的 走步清明宝剑 清明剑一出桥 青龙狂武 名气席卷 无人能敌 但据说代言王很快就会杀来 几人也不敢耽搁 立刻上马赶往铁贝勒府 听说有意识远道而来 于秀莲带着雪瓶 亲自热情凝结 可当他看到孤狼时 却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转身匆匆离开了 于秀莲的失态 让众人感到错愕不已 原来 孤狼竟然就是20年前 失踪的孟思昭 当年江湖中人人皆知 于秀莲清新孟思昭的 结义兄弟林木白 但于秀莲 却和孟思昭有婚约在身 为了成群二人 孟思昭选择 在和代言王的决斗中 故意制造坠崖而死的假象 从此隐居悟道 但他没想到 李木白处于江湖道义 和兄弟情谊 并没有和于秀莲 结成百年之好 而是终生以兄妹相称 后来李木白生死 于秀莲也引顿江湖 孟思昭让爱未成 反倒让于秀莲 经历了未婚夫的生离 和心上人的死别 于秀莲最终还是不肯原谅他 雪平隐约猜到了孤狼的真实身份 他主动找到孟思昭 并告诉他 于秀莲心里其实一直都有他 果然 晚上孟思昭在房顶守夜的时候 于秀莲也飞升到了房顶 打算跟他促膝长谈 但二人许久未见 于秀莲新收的徒弟变成了话题 于秀莲觉得 雪平的剑法和身法 很像当年背叛师门的韩梅 而且雪平的眼神里总是充满力气 况且他总是对关押者的魏芳 有一种特殊的关心 于秀莲一时也难以分别 他到底是敌是友 雪平是跟西联派有血海深仇的 他拜于秀莲为师 就是为了早日练好功夫 杀上西联派 而魏芳就是西联派的人 每当他看见魏芳 脑海中却总是会浮现出血色印记的画面 雪平拿着剑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没有对魏芳下手 魏芳也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挣扎 本打算返回房间的雪平 却被正在喝酒的飞刀里四人叫住 于是便和他们一起开始了推杯换展 雪平自从来到贝勒府 还从来没有如此开心过 几杯酒下肚 雪平的话匣子也被打开 他们从江湖聊到男女之情 又聊到了师父余秀莲 说到这里 雪平竟突然站起 有模有样地学起了师父的做派 却正好被路过的余秀莲发现 于是第二天起 雪平的修炼便被增加了难度 被关在贝勒府的魏芳 整日看着雪平在练功 而自己却闲得发慌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西联派却正在大开杀戒 魏芳一去不回 代言王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他带着西联派 将所有不服从自己的门派全部灭门 在九幽女的怂恿下 代言王正在一步一步地进行着 一统江湖的计划 他命令断魂英 带人去夺亲民间 而他则带着其余人马埋伏在京城外 随时准备截杀前来增援的门派 与此同时 孟思昭也在和四位义士 共同研究防守的策略 安排妥当之后 大家各就各位摩拳擦掌 准备应对随时会来的西联派 但在高处的孟思昭 首先发现了敌情 王府里顿时罗生大作 但西联派来的比想象的还要快 断魂英施展轻弓 飞进贝勒府 杀死门卫后将大门打开 早已等候在门外的西联派杀手蜂拥而入 杀手们很快杀到了内院 孟思昭带领四位义士立刻投入了战斗 一时间刀光剑影血肉横飞 剑西联派杀上门来 雪平误以为是卫方通风报信 他提着剑前去质问卫方 可就在此时 断魂英突然从背后杀出 只一招就将雪平手中武器打落 见雪平危在旦夕 卫方连忙说出了存放清明剑的位置 断魂英夺剑心切 便不再与雪平纠缠 飞身离去 与此同时 本来守护清明剑的余秀莲 也加入了内院的战斗 二十年后 余秀莲和孟思昭又再次并肩作战 二人依然配合默契 天衣无缝 可看到大家都在院中迎敌 余秀莲突然想到 这可能是敌人的吊虎临山之计 果然 此时九幽女已经找到了清明剑的所在 可是当她打开剑侠却发现 里面空空如也 清明宝剑在此 看不见也拿不走 九幽女自知不是对手 转身要逃 却恰巧碰上了充满赶来的小贝勒 她立刻将小贝勒挟持 威胁余秀莲交出清明剑 原来在很多年前 九幽女就因在贝勒府盗取清明剑 而被铁贝勒刺瞎双眼 她怂恿戴炎王夺剑 就是为了报当年的仇 她趁余秀莲不注意 一刀刺死小贝勒 随后施展轻功飞走 而内院本来一边倒的战斗 却因为断魂英的加入 发生了逆转 她先是将吴影镖盯死在门上 第一站 虽然西连派夺取清明剑的计划没有得逞 但贝勒府也只能用惨剩来形容 九天和吴影镖两位意识牺牲 小贝勒也惨遭不幸 都是为了这把剑 道义 责任 尊严 全都成了杀戮的借口 余秀莲打算把清明剑带走 因为只有这把剑离开了 贝勒府的纷争才会平息 魏芳在危急时刻救了雪平一命 雪平非常感动 这让她觉得魏芳善心未明 狭义精神才是她的本性 但雪平却突然打听起了魏芳的母亲 魏芳非常不愿意提起自己的身世 因为她从来就没见过自己的母亲 是西连派的护法铁乌鸦把她养大的 铁乌鸦传她武功 教她闯荡江湖的道理 待她就像亲人一样 可雪平却说出了魏芳的真正身世 原来魏芳的母亲叫做韩梅 是非常有名的剑客 当年已经身怀六甲的她 为了逃避西连派的追杀 躲进了一家客栈 当晚便诞下了魏芳 可客栈的一名官妾为了争夺家产 却趁韩梅虚弱休息时 用一名女婴换走了魏芳 韩梅发现儿子被调包后悲痛欲绝 本想丢下女婴一走了之 可最终还是于心不忍 将女婴带走并把她抚养长大 而雪平就是那个女孩 韩梅非但没有嫌弃雪平 反而将她视为己出 还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给雪平 雪平也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 多年来 韩梅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的儿子 后来她终于查到 是西连派从官妾手中掳走了魏芳 于是她便独自一人 找代言王拼命 怎奈代言王技高一筹 韩梅带着重伤返回了驻地 临终前 她沾着鲜血 把魏芳身上的胎记画给了雪平 并叮嘱雪平一定要找到魏芳 到时 如果魏芳是个好人 雪平就守护她 但如果魏芳跟西连派同流合污了 那就杀掉她 直到这时 魏芳才终于明白 雪平为何会对自己格外的关心 原来他们二人竟然有着如此的缘分 第二天 满怀悲愤的铁壁鲁想杀掉魏芳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但孟思昭却将魏芳放出笼子 让二人公平决斗 没想到铁壁鲁竟然不是魏芳的对手 孟思昭在感慨 魏芳有一身好武艺的同时 也对她的身世产生了兴趣 但见到魏芳一直都对自己有敌意 孟思昭也只能作罢 听说余秀莲要带着清明剑离开 雪平以为 孟思昭也会跟她一起走 可余秀莲却说 这次她必须一个人上路 即便是对孟思昭也要保密 雪平对余秀莲的这种做法非常不解 她看得出 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可余秀莲竟然连孟思昭都不信任 她对于余秀莲的做法感到不耻 可说到信任 雪平却是最不可信的那个 余秀莲早就通过她的武功 看出了她原来的师父是谁 还没当年就是偷了武当的秘籍 背叛师门后销声匿迹 余秀莲一直不肯戳穿这个秘密 就是为了不想让雪平重蹈寒梅的覆辙 但余秀莲却并不知道 待阎王掳走寒梅儿子之后 还杀了寒梅 雪平坦言 自己拜余秀莲为师 就是为了给寒梅报仇 而且余秀莲打算抛弃莫斯昭的行为 让雪平觉得 传说中一泊云天的女侠 竟然也会做出这等无情无义之事 可初出忙碌的雪平又怎么会理解 余秀莲的选择是多么无奈 她正是为了拯救贝勒府的这些人 才牺牲了自己的儿女之情 当晚 她祭拜了牺牲的战友之后 被向众人告了辞 准备第二天就动身离开 而雪平却趁余秀莲不在 偷偷打开笼子 放走了卫芳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 卫芳竟然会在逃跑的半路折返 将清明宝剑给偷走了 卫芳背着宝剑一路狂奔 却被早已等在冰河之上的孟思昭拦下 孟思昭劝卫芳 放下宝剑迷途知返 可卫芳却宁死也要带走清明剑 见卫芳如此决绝 孟思昭也只得出手 但她却并未使出全力 她不想伤害眼前这个年轻人 招招都是为了夺取她背后的清明剑 就在孟思昭即将得手的瞬间 斜刺里突然杀出一人将她砍伤 来人正是卫芳的师父 西联派护法铁乌鸦 孟思昭也不再客气 拔出背上宝剑全力迎战 铁乌鸦师徒二人左右夹击轮番出手 孟思昭游刃有余 应对自如 魏芳经不住孟思昭的全力一脚 却入冰窟差点淹死 孟思昭却并没趁机落井下石 将魏芳拉了上来 铁乌鸦却趁孟思昭救人之时 猛攻她的破绽 随后她便让魏芳带着清明剑先走 自己留下来拖住孟思昭 当魏芳骑上铁乌鸦 留在树林中的马时 铁乌鸦却已经重伤倒地 再也爬不起来了 而孟思昭也因为受伤跪倒在冰河之上 就在这时 余秀莲竟然赶了上来 他将孟思昭扶到河边 并亲自为她包扎伤口 二人的感情也在此刻得到了升华 为了下意何成目 你不惜用性命来见手 你不会再孤独 魏芳逃跑之后 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往西连派驻地 他拿着清明剑 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戴阎王的面前 戴阎王见到清明剑非常开心 他并没有察觉 魏芳伸上了杀机 就在他将手伸上宝剑的同时 魏芳突然拔剑砍来 戴阎王躲过攻击 拔出自己的宝刀 几招便将魏芳打倒在地 就在此时 外面传来一阵骚动 原来是孟思昭和余秀莲杀到 飞刀里和铁壁鲁 还有雪瓶也紧随其后 由于实力差距巨大 魏芳被戴阎王一脚踢出塔外 孟思昭剑状飞身来救 魏芳也趁机将清明剑抛向孟思昭 孟思昭稳接住宝剑来到塔顶 二十年的宿敌又再次见面了 既然你阴魂不散 那今天我就再超度你一次 戴阎王的七杀刀霸气外露 削铁如泥 而孟思昭手中的清明剑 名气席卷无坚不摧 得救了的魏芳没有逃走 当他看见正在陷入苦战的雪瓶时 他愤然扯掉西联派的标志 提刀上前与雪瓶并肩作战 有了魏芳的加入 于秀莲方才得以脱身 正当他准备上塔协助孟思昭时 九幽女出现了 他并不敢跟于秀莲正面对抗 而是将她引入塔内 随后用帘子遮住阳光 黑暗才是他的主场 黑暗中的九幽女变得诡异莫测 她与黑暗融为一体 四处都潜伏着杀机 于秀莲仿佛在跟无数个人战斗 虽然疲于应对 却也没能伤到分毫 于是九幽女准备使出绝招 你剑下的亡魂要向你索命 你就要见到你心爱的李牧牌了 九幽女索命不成 于秀莲的剑下却又多了一个亡魂 塔内的威胁肃清 可塔外却更加凶险 半魂英一把双尖刀 让飞刀李防不胜防 很快就被刺穿胸口一命呜呼 随后又取走了铁壁炉的性命 雪瓶飞身来战 得到了于秀莲的真传 雪瓶早已不是 当初独闯西联派的愣头青了 只见他攻守有序 进退有度 可断魂英也是滴水不漏 雪瓶只能趁断魂英出枪的时候 同时出剑 一剑刺穿了他的喉咙 而他自己也胸口中枪 不能再战 而此时塔顶的战斗 更加惊心动魄 地动山摇 使出全力的孟思昭 代言王再也无法抵挡 他只能寻找机会夺取清明剑 可就在他拿到清明剑得意忘形之际 却被孟思昭用他的七杀刀贯穿了胸膛 一代骁雄代言王 只因觊觎清明剑 却最终死在了自己的刀下 临死前他终于醒悟 清明剑入鞘 这场江湖纷争就死结束 于秀莲最后还是带着孟思昭 雪瓶和魏芳一起 踏上了前往武当山的路 剑无正邪 人有善恶 江湖之道 不在神器 而在人心 冰封侠时空行者 是一部号称投资1.7亿的电影 最终却只掌获3000万票房 来看看这部集合了三位影帝的神剧 到底是怎样的 在浩瀚宇宙中的一片混沌里 只有这颗蓝色的星球闪闪发光 伴随着话外音的讲解 还没等记住银河系八大行星的名字 影片已经正式开始 这就是贺英 出生在桃园村 十岁那年被朝廷征兆 进入锦衣卫训练营 为朝廷效命 在这里 认识了元龙 阿虎 阿狗三位兄弟 兄弟四人理想不同 元龙想做一番大事业 贺英只想效忠朝廷 阿虎想娶漂亮老婆 阿狗只想吃鸡腿 兄弟四人没有任何波澜的长大 一直到天启四年 也就是公元1642年 兄弟四人被派到天竹 贺英遇到一个神僧 神僧把穿梭时空的秘密 透露给贺英 你能否用你的生命担保 绝不向任何人透露 开启金蝶的口诀 贺英也是大嘴巴 根本就没有守住秘密 出门就把这个秘密 对大哥元龙说了 要穿越时空 除了时空金蝶外 还需要神物灵感 和启动口诀 贺英认为 天启皇帝昏庸 竟然不想把这些秘密 告诉皇上 元龙眼神中闪过一丝智慧的光芒 冒着沙头的罪过 与贺英一起隐瞒了这件事 刻意忽略了灵感和口诀 只把时空金蝶带回了京城 只是贺英没想到 此举竟然让自己陷入危机 差点丧命 元龙忽悠贺英和阿狗 领兵去边关打仗 自己带着阿虎去见了皇上 皇上第一次见这种外来的物价 当即让人把金蝶送到珍宝阁 皇上跟没见过稀罕东西一样 爬上金蝶爱不释手的把玩 不动拉拢九千岁魏忠贤 这个经典真的有转化时空的力量 我是九千岁魏盟友 当然不会隐瞒 仅一位统领与太监头目联手 贺英自然没有活路 在雪山之巅 贺英被诬陷勾结倭寇 皇上派来传指太监 不但要把贺英捉拿归案 还要租了贺英酒足 等贺英回过神的时候 桃园村村民已经一个没留 全被抹了脖子 贺英暴怒奋起反抗 用盾牌当滑板逃往山下 无奈遭遇雪崩 和兄弟们一起被冰封在雪山之中 在此醒来时 贺英几人已经被神秘人 装在冷冻罐里运到香港 因为司机不专心开车 车子撞到护栏 几个冷冻罐被甩了出去 贺英就这样出现在香港的闹市 这个陌生的世界 让贺英很不适应 现代社会的一切 都和明朝大不相同 起初贺英还以为 自己来到了藩邦 幸好有小美帮忙 贺英逐渐知道了自己的处境 也学了一些明朝的历史 四百年过去 兄弟们依然认定 贺英是背弃朝廷 忘恩负义的奸贼 几人在青马大桥上大打出手 贺英最终不敌 落入水中 阿狗也意外丧命 本以为一代锦衣卫会就此消失 没想到 此举却正好应了神僧 死而复生 生而复死的际语 话分两头 元龙在现代社会 已经混入警务处管理层 位高权重且心狠手辣 元龙伸手探卖 便知道贺英没死 为了保密 直接干掉在场的警官 然后闯到拘留所 干掉守卫 把阿虎救了出来 元龙对阿狗的死根本不在意 他想通过贺英 回到明朝当皇帝 贺英醒来后 得知自己是被栽赃陷害 这才导致老家的村民被杀 不过贺英还不知道元龙的阴谋 以为元龙是帮自己的好人 原来你大哥 比你更早就来了香港 如果不是他跑到乡处救我 早就死了 为了能重返明朝 救回村里的老少 贺英改头换面 做了个新发型 来向小美告别 小美不幸 这个世界有时空金蝶 但她相信贺英 临别之际 留下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随后 跟着元龙赶到现代的京城 去找时空金蝶 贺英用元龙的手机 给小美发了一条报平安的短信 也在图书馆 看到了自己离开后 明朝又发生了事情 自己是天启四年出世的 而天启皇帝 只当了六年皇帝就驾崩 崇祯皇帝继位后 没能改变整个明朝衰败的大事 最终成为 眉山歪脖树上的一缕亡魂 那个神秘的时空金蝶 本来一直在紫禁城西北角的珍宝阁 清末时 紫禁城出现一场大火 太监趁乱把金蝶偷运出宫 从此没了消息 而唯一有能力找到金蝶下落的 就是神秘商人肥雪 当初贺英几人被装在冷藏罐里 也是肥雪的手笔 地图上清清楚楚标明了位置 元龙当天就开车带贺英 到京城西边的山洞里 果然在这里看到了时空金蝶 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几百年过去 竟然连一点绣痕都没有 贺英告诉元龙 这个金蝶分为囤母两体 只要把林嘎插上去 再配上口诀就能启动 元龙让贺英马上开启金蝶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回去称霸天下 但贺英坚持要等四兄弟齐聚 才愿意开启 元龙告诉贺英 如果金蝶真能穿梭时空 自己可以先走 然后再回来带兄弟们一起 两人无法说服对方 争执之际 阿火终于到了 但带来的却是噩耗 元龙本以为贺英得知消息后 会尽快开启金蝶 但贺英坚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怎么说都不肯开启金蝶 为了逼贺英念动口诀 阿虎扔出了小美 元龙一直都是个有野心的人 准备利用金蝶回到过去 惩英来不及想小美是怎么来的 兵嘎已经放入金蝶 元龙拿枪指着小美的脑袋 逼迫贺英 挨了元龙一脚后 贺英终于还是念动了咒语 时空金蝶启动 山洞里顿时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阿虎冲到金蝶内 与元龙一起穿越回了明朝 而元龙临走前 竟然一枪打碎机关 山洞大门瞬间被锁死 此时情况晦暗不明 贺英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只能搂着小美躲在角落 一到神光直冲天际后 元龙和阿虎不见了踪影 只有时空金蝶的残骸 能证明刚才有两个人在这里 扇动周围的几道石门全都被锁死 贺英不知怎么才能逃出去 便问起小美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小美从新闻里看到贺英出事的消息后 一直都很担心 虽然贺英临走前与小美做了告别 但贺英那条报平安的短信 被元龙利用 哄骗小美来到这里 稀里糊涂就成了阿虎手中的人质 洞中四面封锁 想出去只能指望头顶的缺口 石壁陡峭又没有接力点 就连贺英这样的绝世高手也爬不上去 小美已经绝望 做好准备与贺英同生共死 但贺英无意中看到了石壁上的琳嘎 刚才元龙走的时候 狂风把琳嘎吹到了石壁上 这就是破局之机 贺英放入琳嘎再次启动时空金蝶 同样的狂风大作 同样的神光闪过 只是两人没能穿越到明朝 却出现在火车上 可能是刚才时间线没对准 但不影响贺英伸张正义 火车上的鬼子 想要把两个进步青年拉走 人人都恨鬼子 小美冲过去就一顿乱吹 贺英更是借力打力 站在小美身后 用小美的拳脚打退了鬼子 贺英乃大名锦衣卫 单挑数十个窝口完全不在话下 见鬼子败退 两个青年也对贺英说出真相 这是田中奏折 我们受命将他带回中国 将之告示天下 警醒世人 奋起抗日 贺英抱拳对两位青年致敬 这个田中奏折并非虚构 在历史上确有其事 1927年 日本首相田中易依 给日本天皇写了计划书 他认为 要占领世界就要先占领中国 要占领中国就要先占领东北 从军事经济金融等方面 对侵略行动做了详细的部署 真实历史上 田中奏折的曝光过程很曲折 不像电影里三拳两脚就解决这么简单 贺英随身一直带有子体 知道穿越时代发生偏差后 便拿出时空金蝶 再次念动咒语 终于和小美穿越到了明朝 一来就看到了老熟人 蹲下秋冬 四季流转 你终于回来 我怎么才能拯救我的族人 神僧告诉贺英 五星聚骑时 贺英的命运就会出现转折 至于会向好转折 还是向坏转折 全看贺英生成八字够不够硬 在贺英的身后 有两条路通往桃源村 不同的路会导致不同的结局 站在分岔路口 贺英也不知道哪条是正确的 只是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再加上靠右走的习惯 选了右边的路 等小美从一片荒草中醒来 贺英已经找到一匹马 穿回了明朝的衣服 小美带了一身衣服 大概贺师傅随身还带有空间戒指 还有一会儿才能到家 回家前 贺英对大明的朝局大发感慨 贺英没打算怎么样 他一生只认准四条原则 保护国土 守护亲人 珍惜兄弟 照顾妻儿 这就是这次穿越回来要做的事 两人很快就赶到了桃源村 村民们虽然对贺英的新发型很奇怪 但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 敲锣打鼓庆祝贺英的归来 老娘看见贺英热泪盈眶 乡亲们更是用最传统的方式 对贺英的归来表示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 那个为了欢迎 咱们今天玩爆料的 好 大概这位乡亲看过春晚 动员全村人给贺英包饺子吃 老娘还传授了自己吃饺子的秘方 吃饺子 要蘸这个醋啊 酱油麻油才好吃 这些贺大哥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除了饺子 还有欢迎晚会等着贺英 人数不足一百的村里 竟然人人都会跳舞 小美因为喝醉 无意中踩到了玉娘的裙摆 要不是贺英眼疾手快救下玉娘 怕是欢迎晚会 要便追到会 玉娘是贺英的青梅竹马 也是乡亲们眼中的贺英未来媳妇 两个情敌见面 竟然一点也不眼红 玉娘给小美铺床 小美请玉娘吃巧克力 好好吃啊 这个叫什么呀 未来 小美为什么非要乱起名字呢 难道是怕玉娘练不出巧克力这三个字 贺英是在现代学过历史的人 但她学的有点杂 竟然准备效仿武侠小说里的袁成志 要带村民们远走他乡 目标暂定在西域 与贺英追求安稳不同 元龙和阿虎已经盯上了皇帝的宝座 只要我们好好利用时空金碟 天下就是属于我们的 但开解金碟的灵感还在贺英手上 元龙知道贺英为了桃园村一定会回来 只要带人到桃园村狙击贺英 届时万事大吉 此时的贺英还不知道大哥的阴谋 正和村长商量全村搬家的大事 村长以为贺英喝大了 根本不相信桃园村会遭到灭顶之灾 村长不信 村民们更不信 两个新人借着贺英归来的喜庆劲 顺势举行了婚礼 刚拜完堂阿狗就出现了 贺英看着这个时代还活着的阿狗 一时有些恍惚 闹过笑过 阿狗告诉贺英一个不算消息的消息 这次阿狗是和杜大人一起回来的 杜大人邀请贺英明晚到府上赴宴 贺英之前被诬陷为奸贼 就是有神秘人杀了杜大人一家 嫁祸到贺英头上 上一世 杜大人死后 桃园村全村被灭 这一世 贺英绝不能让杜大人再出世 改变历史就在明晚 元龙为了谋朝篡位 已经和倭寇勾结到一起 此人名为北条 是江户幕府的大将军 为了增强家族势力和元龙结盟 希望能借助元龙手下的精兵强将 打败岛国其他势力 成为全岛国最强的窝口 贺英知道今晚就是命运的转折点 上一世就是这晚出的事 所以贺英请求阿狗守着桃园村 和两位姑娘告别后 自己到杜大人家赴宴 杜大人此次是得了圣上恩准回乡醒亲 元龙是杜大人的女婿 杜大人借着这层关系 邀请贺英到府上做客 但现在所有人都不知道 元龙和倭寇勾结的事 杜大人甚至还想让贺英交出金蝶的秘密 请你把开启天主金蝶的钥匙 交给元将军 进京献给皇上 贺英告诉杜大人 元龙早就知道时空金蝶的秘密 如果再不做些事 任由天启皇帝这么红闹下去 明朝十年后就会灭亡 甚至还说出了天启皇帝两年后就会病死的秘密 这话错倒是没错 但在杜大人听来 全属大逆不道 放射大明的将善 其实你说王就王的 还胆敢诅咒皇上 阿狗受了贺英托付 暗中守护在桃园村附近 已经发现了阿虎与倭寇勾结的秘密 阿狗向来厌恶倭寇寇 看到自己兄弟与倭寇在一起 万万不能忍受 知道你们肯定在干什么坏事 刚才那帮倭寇跑哪去了 现在把桃园村移回平地 阿狗想杀了北条老鬼子 却被阿虎拦下 杜大人那边就更惨了 亲口命令士兵拿下贺英 却看到万箭齐发朝自己射来 贺英改变不了历史 杜大人还是死了 元龙更狠 竟然直接下狠手 杀了自己的新婚妻子 接着转头就把大黑锅 扣在了贺英头上 贺英你好大的胆子 杜大人你杀了 连我的夫人你也杀了 那些人都是你杀的 我们可以作证 贺英这才明白 原来一切坏事都是元龙做的 自己无辜蒙冤 全是因为元龙 可怜的杜大人妇女 在元龙眼里就是登天的台阶 元龙要贺英两条路任选一条 要么背黑锅 被皇上诛九族 要么交出林嘎 与元龙一起谋反 贺英哪条路也不选 你从未来回来的 你学到什么了 我在未来只学到一件事 就是这个 元龙知道贺英改变不了历史 更逆转不了天下大事 桃园村内 小美被一箭射中 林嘎一落在地上被人捡走 阿狗正在窝寇船上与阿虎大战 三方人马全都在元龙的掌控之中 桃园村的村民被窝寇尽数杀死 阿狗也被阿虎按在地上暴打 最后甚至用北条老鬼子的刀 干掉了阿狗 儿时的情谊 没能唤醒阿虎的良知 自从被元龙忽悠后 阿虎心里全是皇帝宝座的诱惑 等贺英纵马赶回桃园村 什么都晚了 小村子里遍地湿海 老娘也已经含恨九泉 玉娘撑着最后一口气 与贺英做了生死道别 平安回来就好 保护国土守护亲人 珍惜兄弟照顾妻儿 贺英的四条人生原则全都没做到 倭寇入侵 村民被杀 阿狗身亡 玉娘惨死 只有小美还活着 手机挡住了那致命的遗件 这射琳嘎已经被元龙得到 贺英要想拯救大家 只能想办法再穿越一次 埋葬了村民们 贺英想说服小美和自己一起穿越 我最想知道 到底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好哲学的问题 贺英与小美身穿紧衣为制服进入皇城 不用惊慌 这制服大概又是贺师傅 从空间戒指里拿出来的 紫禁城内没有任何防卫 贺英明白 要不是元龙暗中安排 不会这么容易进来 元龙还是想邀请贺英一起谋反 但贺英来这里只是想讨个说法 为什么要赶尽杀水 你犯了欺君之子 应该诛教族 那九族也被我灭了 九族被灭了 阿狗也死在北条老鬼子刀下 贺英一跃而起拔剑便砍 北条抽刀与贺英大战 只见火星四剑 瞬息之间 两人以护砍数百刀 贺英宝剑已经锋刃 胸中一口豪气不减 灰剑再度攻向北条 见老鬼子盔甲后使 贺英飞升而起 用披风盖住北条 反手一剑向后死去 可元龙没耐心看两人打架 竟然用了火枪 威胁贺英马上开启金蝶 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菜刀再快也没枪块 贺英见事情已经没了转机 答应加入元龙 答应你启动金蝶 但有个条件 先送小美回未来 小美大喊自己不愿意离开 要陪在贺英身边 让元龙很是火大 掉转枪口 一枪轰飞了小美 贺英飞过去抱着小美 眼看小美奄奄一息 仍然深情款款 做了最后告别 小美终于死在贺英怀里 面积过往种种 贺英万分悲痛 元龙仍然在催贺英 快点启动金蝶 贺英一脸悲愤 外加迷茫地看着小美的尸体 终于念动了口诀 和在山洞那次一样 屋内狂风大作 电光流转 金蝶再次启动 一个封闭的法阵已经形成 元龙即将穿越时 北条却冲进来拦着不让走 还想让元龙帮他一同倒国 趁元龙分心 贺英把元龙一脚踢了出去 一切都晚了 狂风形成的法阵 已经阻挡元龙 没可能再进入法阵 贺英为了不让北条穿越 运起神功拿到那把崩口的破剑 不顾元龙一脸绝望 和北条在法阵中大战 只是两人还没出刀 贺英又穿越到了民国的火车上 北条尾随而至 一刀劈下 被贺英反手割挡 火车外再次出现金蝶的虚影 一切都乱了 整列火车已经成为时空穿梭的道具 紫禁城内的元龙还不死心 模仿着贺英的样子念动口诀 没想到 竟然让贺英和北条再次穿越 这里荒山野岭却黑白分明 树木也都长得怪异 可明朝紫禁城里的元龙还在念动咒语 贺英和北条来不及拼杀 竟然再次出现在火车上 贺英一时没反应过来 差点掉下去 元龙也傻了 付出这么多 最后竟然为他人做了嫁衣 穿越不成 还成了大明朝最大的奸臣 要被魏忠贤干掉 魏忠贤给贺英安上了勾结倭寇 里通外国的罪名 阿虎竟然也被魏忠贤收买 成为锦衣卫统领 皇上突然驾到 看到眼前的乱象 天启皇帝一脸惊讶 元龙见君不贵已是大罪 阿虎直接从背后开枪 元龙当场剖该 始作勇者挂了 贺英和北条还在时空隧道中的火车上大战 两人就这么来回穿越 贺英又回到那个诡异的地方 在一片迷雾中 终于又看到了未来 而北条的刀也已经刺穿贺英胸口 完了全都完了 一代战神贺英直直倒在地上 北条想补上致命一刀 贺英整个人却突然消失不见 一道神光闪过 贺英身穿皮衣 再次出现在神僧面前 神僧暗示贺英 有今天的浩劫 是因为当初选错了路 但却不肯告诉贺英 到底应该选哪条路 这应该不用问吧 第一条路走完 亲人朋友全都挂了 现在有重开的机会 当然要选另一条路了 只是贺英此时似乎已经明白 拥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也未必能够改变历史 只有先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才可能改变历史 而时空金蝶 这种逆天之物 根本就不该存在 只见时空金蝶再次运转 贺英身穿皮衣 骑上高头马 一刀砍了北条老鬼子 电影给了贺英最后一个镜头 故事就草草结束 看到这里 不仅有了些许疑惑 在第一部中 神僧已经明明白白告诉贺英 时空金蝶只能使用三次 贺英得到金蝶的时候 还剩最后一次穿越的机会 可贺英来来回回使用了那么多次 金蝶愣是一点事没有 山洞内 袁龙用了一次 接着贺英带着小美又用了一次 穿越错朝代后 又又用了一次 后来桃园村遭受劫难 时空金蝶又又又启动 把贺英和北条老鬼子 带到了民国火车上 袁龙在皇宫内念动咒语 又又又又 把贺英带到那处诡异之地 贺英被老鬼子一刀捅了胸口后 一道神光闪过 贺英又又又又又又穿越了 照这个情况用下去 估摸着金蝶再用十几次也没问题 而且电影最后也说了 贺英成为宇宙中唯一的时空行者 明显是在给第三部造势 大概下一部会给出多次使用金蝶的答案吧 所以我打算苦等第三部 看看导演准备怎么解释 家人们有没有一起等的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